台南市政府六甲協議 為了讓我們六甲朋友 效果的時尊有一個可以提醒組合的機會 每個禮拜日 都會在我們問六甲 遊樂中心來基盤工作 台灣主題還有沒有任何領域的工師 讓來參加的六甲都可以收起來完完 你這次特別邀請到工師江洪志 來跟大家分享幸福人生的祕訣 一間九星裡面 一間恰恰恰 每一位學生都認真地聽口 不過這不是在學校裡面 這是台南市政府六甲協議 每禮拜六幾百年間做 每禮拜都會出別的主題 欣賞很多的跟朋友 利用慶祭時間來提醒組合 我們今天的一個過程 因為今天可以說報名的到罷滿 因為我覺得說 今天來的學員一定是求得到 因為我們的江之獎講得非常的棒 尤其我們做對的事 在人生一定會過得很精彩 所以今天來上課三個小時 他們是選對的 也是做對的事 能夠來分享到我們江市營長的 人生幸福 幸福人生 這樣的一個密碼 一定有很多精彩的 這樣的一個 能夠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三個小時 在所有的學院裡面 這一段人生一定留下很精彩的一段 如果一個人聚焦在負面的事情上面 他生活的感受就在負面當中 如果你多看一點正面的聚焦 你會發覺這個世界是依然美好的 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 所以整個課程我們就利用這種 分享討論 然後大家交換的意見 所以在很輕鬆的這種情況之下 跟大家一起共學 用一個手勢 搭配一股口罩 讓學員能夠快速記起 也做到這個動作 帶動最高的氣氛 當時讓大家了解到江蘇 想要傳達理念 這禮拜江蘇江峰寺 所應該的主題是想要帶大家 看見世界美好 再開信給您的晚上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簡單的手勢就是 試得好 就是訓練自己的心智 不管在什麼狀況下 都要看到好的 我們覺得這個動作呢 就是要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世界不是缺乏美好的風景 而是缺乏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如果我們能常常提醒自己 好好看到這一個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的生活 心情就會愉快 世界缺乏的不是美好 是缺乏一雙看見美好的眼睛 江蘇江峰寺用這個觀念 向大家解釋 如何順遇自己的快樂靈心 並且後來跟朋友 就由討論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希望透過江蘇 大家都能夠開一個 重新峰會家日 記者人家以南苦彩方報道 一般... 很好 一般的 的 為 是 有